乌俄战争昨天的消息基辅的儿童医院遭到轰炸 而俄乌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 联合国是从飞弹的残骸来研判 这是俄军的巡异飞弹 不过俄罗斯反控是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物棋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痛批俄罗斯太过卑鄙 另外北约现在也加码要军援乌克兰 签署7亿美元的飞弹合约 头上是无人机呼啸而过 耳边又不时传来爆炸与枪声 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的第三突击旅士兵 正在地毯式搜索 找到俄军战壕就一网打尽 最危险的是 俄军将TNT炸药埋得非常隐蔽 稍有不慎恐怕被炸飞 远处敌人也留一手 防止有漏网乌军幸存 不过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远处第三突击旅的无人机小组 出动自杀无人机 避开友军直闯俄军战壕 不远处 乌军又发现 还有俄军装部战斗车前去支援 而且就快突破接触线 马上再派自杀无人机阻挡 无人机小组出动后 很快就找到俄军其中一个据点 传来画面显示 目标窗户都被沙包挡住 于是乌军选择先炸掉屋顶 再用空爆燃烧弹 给俄军最后一击 乌克兰媒体表示 俄军现在每天损失250名士兵 死伤惨重 所以又开始打起监狱囚犯和移民的注意 乌军无人机公式似乎不止在前线 这里是俄罗斯西南部的福尔加格勒和罗斯托夫地区 乌克兰在周二又出动数十架无人机轰炸当地 两座变电站和一座除油槽 也在靠近乌尔边境的贝尔哥洛德攻击民宅 造成一丝两伤 这波攻击也被视为是在报复周一 基辅儿童医院遭到俄罗斯飞弹轰炸 乌克兰以及联合国提出照片证据指控 元凶就是俄罗斯的巡异飞弹 这款巡异飞弹先前曾传出配备反制系统 可以误导乌克兰防空系统 然后突破防御网攻击锁定目标 不过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班奇亚 秀给记者看QR嘛 表示连结过去就会看到是乌克兰防空飞弹 自己集中医院的证据影片 北约峰会在美国华府登场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呼吁成员国 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军援乌克兰 也签署一项价值7亿美元的刺针飞弹生产合约 希望提升成员国武器储备量 继续帮助乌克兰对抗俄军攻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军的武器现在是推陈出新 带领认识这种绰号幽灵骑士的军机 它是隶属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是以CE-130运输机作为基础改装的 最新型的型号还加入了导向飞弹 跟精准炸弹攻击的功能 在美韩军演当中二度部署在朝鲜半岛 有幽灵骑士称号的美军炮艇机AC-130J 近期担负起在朝鲜半岛 贺阻北韩的重任 跟着CN记者一起登机开箱 AC-130J招牌的105毫米榴弹炮 正在营业中 实弹操演过程中得不断地 与地面的南韩部队沟通协调 事实上最近的美韩军演中 都能看到AC-130J与F-35 F-16等 共同压制北韩 为什么AC-130开箱 就是例行性的每年或是每两年 去参加去跟南韩的军演 主要是因为战场管理 尤其是AC-130 它从空中提供火力资源的时候 跟地面的协调官要有好的默契 在CN记者登机采访的这次训练任务中 AC-130J也发射了低当量的炸弹 精准击中目标 为什么要有一个航空像AC-130 可以在国际上的速度 可以在南韩部队沟通协调 最重要的是AC-130 我们在南韩部队沟通协调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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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 在南韩与印太区的防卫 AC-130J的角色不断在变化 尤其在近年更强调了 精准导引武器的趋势下 一枚成本要价约15万美元的地獄火飞弹 逐渐成为了AC-130J 倚重的武器配置主力 在六月底美韩共同演习中 美军将领也确认了 AC-130J演练会是常态化的一部分 而这种种都是为了因应北韩与俄罗斯 已经成型的朝俄同盟 对南海来说无疑是危险的 南韩总统尹锡悦特别在前进华府 参加北约峰会前 到夏威夷参访美国印太司令部 他也是相隔29年来首度到访的南韩领导人 尹锡悦的演说中不断强调 韩美同盟对南韩安全保护的重要性 而美军的火力支援 看来就是最好的例证 事实上AC-130J炮艇机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空中密集之源 从越战波湾战争中 就已经发挥了空中火炮压制的威力 甚至就连在电影《变弦金刚》中 都能嘎上一脚 连狂派金刚都能打 AC-130J从原本的大力士C-130改装后 变成了幽灵骑士 但是未来的战力可能更升级吗 美军倾向加强AC-130J防区外打击能力 之前传出在2026年前 要全面拆卸掉105毫米榴弹炮 更改武器的高低阶装备 不过这在大陆军事专家眼里解读 就是剑指中俄而来 美军以所谓中国威胁的说法 来给他们改造AC-130炮艇机找理由 把105毫米榴弹炮换成了导弹 给他加装了一些精确打击代表之后 他的炮艇机的这种特征 反而没那么明显了 剥却时随着现代战争形态改变 AC-130J炮艇机不可能一成不变 未来可能不只是空中重炮 还会成为搭载大量攻击型 无人机的空中平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